张艺兴不仅事业成绩亮眼 还是个爱国无好青年 前几天去录制了央视爸爸的读信类节目 信中国展示了自己的朗读功力 当天从停车场里就已经开始录 到了演播室 张艺兴换上一身蓝色正装 造型儒雅又绅士 严肃地站在朱军老师旁边 当天读的是革命烈士史研芬 写给弟弟妹妹的信 朱军介绍完历史背景 史研芬在担任陆清团 宜兴县宪书记期间 作为副总指挥 张艺兴就缓缓开口 感情充沛威威道来 已经完全沉浸在沉痛的氛围里 满脸的忧伤 读第二封信时 他又转换了语调 变得激昂起来 读信环节结束后 张艺兴折好手中的信 走到舞台中央 来了一段热血发言 而为国家 为民族去担当和奋斗 永远比只为自己 要更不要人兴奋 让人热血被困 完美安定 娱乐给我舞 严肃暴敌